欢迎继续收听《斗魄苍穹》第1084集 凤凰的语气冰凉 他看着萧炎说 看来这个交易 你并没有诚意吗 萧炎冷笑说道 你真当我是蠢货不成啊 把人交给你 你们回天摇皇族整顿一番 然后增派强者进来 听着 这三人就是人质 如果你天摇皇族 依旧执意 参与太须古龙一族内乱 那就准备给他们收尸吧 但你们若真是收了这个心思 带着太须古龙内乱完结 我自然会把人放走 天摇皇族也不是寻常势力 我知道杀了他们便和你们结了不死不休的仇怨 所以只要你们不出尔反尔 我便绝对会尽首诺言 萧炎抓着英皇二人头顶的手 紧紧发出嘎吱嘎吱嘎吱的声响 至于你们信不信 那就是你们的事了 你要清楚 现在我不是跟你商量 而是在 威胁 你 现在 你就立刻滚回天摇皇族 让你们的族长好生思量 究竟是要这个未来族长 还是这两位太上长老呢 或者 还是要继续插手太须古龙的事呢 凤凰被萧炎这极端不客气的话 气得是浑身发抖 他在天摇皇族 甚至在中州 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什么人胆敢如此 对他这么说话呀 但不管他心中怒气如何喷勃 他也明白 现在是诸多主动权都在萧炎的手里 甚至 对方真的可以和妖明同时出手 如果他不选择自暴 那么也只能落到这两个人手里 整片的虚空 一片寂静 想来都是被萧炎这番话语 狠狠地震慑了一番 凤凰深吸了一口气 终于面色阴沉地开口了 将人给我 我会把你所说的话带回去的 萧炎袖袍一挥 那扭曲的空间囚笼 凭空散去 一股进风 把天摇皇族强者尽数推到凤凰身边 但至于九凤 以及 昆皇英皇二人 却依旧被萧炎抓在手里 凤凰长老 一股天摇皇族的长老 有些尴尬地站在凤凰的身边 没想到他们今天居然变成人质了 闭嘴 一群废物 凤凰此刻明显是 在气头上 顿时骂了这帮人一声 让得那些长老面色清白不一 却不敢说出半句话来 凤凰目光冰冷 转向萧炎 冷声说道 萧炎 你好胆是人 这事我天摇皇族记下来 如果他们几个有一点点损伤 我天摇皇族必与你不辞不休 在凤凰的心里 也满是憋屈 这次好不容易带队出山吧 没想到才进入这虚无空间 没多久 就碰到了萧炎这个煞性 损兵折将不说 还生生的被扣留了三个人质 如此灰头土脸的回去 还不知道引起多少古怪的目光啊 萧炎微微一笑 凤凰长老请放心吧 只要天摇皇族 不会做出尔反尔的勾当 那我定然会保他们三人的安全 我会随时关注天摇皇族的动静 一有不对 我会先送一个人头回去的 你 凤凰嘴角一阵的抽搐 眼中怒火机遇就喷出来了 但是最后 他还是按耐下心中的暴怒 手掌在面前虚空狠狠这么一画 哎 一到空间裂缝 凭空浮现 其他的也不做什么停留啊 身形一闪 钻进裂缝 在他的身后 那群天摇皇族所谓的长老呢 都连忙鱼贯而入 生怕此刻的娇严再给他们来上一巴掌 当最后一个天摇皇族强者消失在空间裂缝之后 这片空间也安静了下来 妖明眨了眨眼 半晌后终于忍不住的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小言兄弟啊 我妖明是极少佩服人的 可这一次却不得不服啊 这天妖皇族吃憋吃的太大了 此事若传回授欲 不知道有多少人得暗中偷笑啊 哈哈哈哈 妖明对着硝烟竖起了大拇指 硝烟微微一笑 把手中三人拴给几位 九幽地名莽族的长老 后者等人连忙抓住 硝烟微微笑道 都胜强者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制造出来的 若是失去了这两个老鬼 天妖皇族的底蕴也会受到打击 这可不是他们能承受得了的 是啊 两名货真价实的斗胜 这个代价 大陆上能够承受得起的势力 屈指可数 如天府联盟 如果损失了小丹塔的大长老 或者是火云老祖的话 那就真正的是断手断脚了 妖明笑着说 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去东龙岛 硝烟轻吐了一口气 脸庞上的笑容缓缓收敛 目光望向虚空的深处 听凤凰先前的话 现在的东龙岛恐怕已陷入了三大龙岛的围攻中 而此言或许已出现了危机 抓紧时间 动身吧 一想到这儿 硝烟的眉头就微微皱起 他手掌一挥 不做多的停留 他身形一动 全速对着虚空深处暴掠 在他身后 妖明小一仙清零等人紧随其手 子言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虚无空间中 一群流光突然闪略而过 其速度快弱奔雷 一闪之下就出现在黑暗的尽头 最后消失不见了 在流光的最前方 妖明的目光远眺一下 旋即偏头对身旁的硝烟说道 硝烟兄弟 按照我们的速度 再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应该就能达到 东荣岛所在的区域了 嗯 再加快点速度 硝烟微微点头 目光望着深暗的深处 袖中的拳头缓缓的握起 他旧薄清辉 速度再度暴涨 紧撞 妖明等人只能连忙跟上 在这般飞掠了再度几分钟之后 硝烟身形猛的一顿 等等 有熟悉的味道 硝烟的眉头望向左边的 虚无空间 碰 黑暗的虚无之中 突然间传出剧烈的能量爆炸之声 旋即一道身影吐血而退 落入人群之中 面色惨白 他目光愤怒的望着周围 此刻在周围也凭空悬浮着十来道身影 各个气息强悍悠长 显然都拥有着极强的实力 特别是领头的两位老者 气息看似普通啊 但却隐隐弥漫着恐怖威压 赫然是两位达到了半胜层次的 巅峰强者 在这十来道人影包围之中 也有着七八道身影 不过呢 其中大多数人都处于重伤的状态 而这些人中居然也有着两道熟悉的面孔 仔细看去啊 赫然便是那曾经帮助消炎数次的黑情 以及那位当初有过一面之缘的竹梨长老 这时候只见黑情说道 三大龙岛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敢对龙皇陛下下手 这群人中啊 也就唯有他们两个人看上去比较完好 而这两个人脸色此刻却异常的阴沉 他们本来是外出巡逻 哪想到巡逻刚回来 就得知三大龙岛进攻东龙岛的消息了 不过等他们火急火燎的赶回来的时候 却在半路上遇到这些封锁东龙岛和三大龙岛的部队 当下就爆发大战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拥有两名高级半圣的对方 轻而易举的就把他们击溃了 而且还一路追杀至此 显然是抱着赶尽杀绝的念头 一个身着战甲的老者 目光讥讽的瞥了一眼竹梨 竹梨 三位龙王大人才是真正的正统 你们不知从何处找来个冒牌货 也想一统派取古龙 倒也想得太过天真了吧 这个穿着盔甲的老者 正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之一 同时也拥有着终极半圣的势力 竹梨面色阴沉的说 究竟是真是假 你们心中比我更清楚 看来在三大龙王的统治下 你们已忘却了我们的族龟了 听了竹梨长老的话 那位身着战甲的老者眉头皱了皱 脸色略微有些不太自然 太虚古龙一族 王族对于普通族人有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力 那种源自血脉中的威压 让着寻常族人根本不敢反抗王族 他们两个人在三大龙岛 那都是拥有着不低的身份 自然是明白东龙岛那位年轻的龙皇 他的确拥有着纯净的王族血脉 但他们毕竟是被三大龙王统治多年了 观念略微有些改变 虽然并不敢直接对那位年轻龙皇出手 但对于其他的人倒是没什么忌惮 身着战甲的老者身旁 一个红脸老者有些不耐烦的挥了挥手 喝道 哎呀亲神你别跟这老家伙废话 速度把他解决 东龙岛的反抗出乎意料的剔裂 我们必须赶快回去 这时候啊黑情剧眼了 嘿你们两个老王八蛋啊 想要灭我们东龙岛 你们三大龙岛可没这个本事 等日后龙皇大人强大起来 你们三大龙岛就等着死吧 那红脸老者黑黑冷笑 嘿那也得等你们有那个时间 他眼神一寒了 一掌就隔空对着黑情拍了过去 恐怖的进风直接撕裂虚空 快若闪电的轰击在黑情的身上 如今的黑情虽说已达到了八转斗孙巅峰的层次了 但怎么可能和一名高级半生相比呢 当下他的身体表面的战甲直接崩裂而开 一口鲜血喷射出来 身体将后面几个族人都撞翻了去 一巴掌把黑情拍得吐血倒飞 那红脸老者呢也不屑的冷笑 不吃死活的东西 也敢对本长老大吼大叫 虽遭受重击 黑情的眼睛也瞬间痛红 他身体膨胀一倍 你这狗儿的王八蛋 简撞 红脸老者冷笑一声 全部杀了 一个不溜 竹梨长老暴怒 你敢 套天的斗气爆发而起 他一拳轰出 浩瀚的斗气就汇聚成一条百丈庞大的巨龙 疯狂对着红脸老者冲击而去 面对着竹梨长老的攻击 那位身着战甲的老者身体瞬间膨胀开来 转眼间呢 便扮成了半人半龙的战斗状态 他仰天一声龙吟 便是如同一枚炮弹般射将而出 一拳把那能量巨龙 震成虚无 那化成半龙模样的长老 脚掌在虚空一蹬 朱梨 你和我实力差不多 如今你更是有伤在神 如何和老夫争斗啊 他巨大的龙爪 带着极端凌厉的进风 狠狠对着竹梨撕裂而去 就听到砰 面对着对方极其凶猛的攻击 竹梨长老也一咬牙 一套绘着龙纹的甲咒出现在他的身上 然后如同一条怒龙般和那半龙半人的长老狠狠地撞在一起 在竹梨长老和那位半人龙长老激烈交手的时候啊 那位红脸老者去冷笑地挥动衣袍 每一次他袖袍的挥动 都将有一名东龙岛的战士吐血暴退 身体上的甲咒都会爆裂开来 最后被三大龙岛的战士一拥而上 尽数其拿 老子跟你拼了我 见到族人一个个被抓 黑情的眼中顿时爆发出熊熊怒火 他疯狂一拳 把两个凄近伸来的人影打得吐血倒飞 他脚掌一跺虚空啊 身形就如同闪电般弹向了红脸老者 见状那红脸老者却冷笑着摇头 老一般的力量也敢在老夫面前叫嚣吗 他拳头一握呀 细腻的鳞片飞快地涌现出来 他旋即一拳轰出 低沉的音爆声碰碰在拳下成形 然后与那飙射而来的黑情轰在了一起 这般硬轰啊 那红脸老者身体微微一颤 脚步退后半步 但反观黑情 那一条青筋毕露的手臂却扑的一声 迸射出一道道血剑 隐约间还有着骨骼断裂之声 前击他的手臂软塌塌地落了下来 他的身体则直接倒飞出千丈 缓缓止住 黑情浑身鲜血悬浮在虚空之上 他浑身的力量都被红脸老者一拳击散 若非他肉体极为强横 那一拳呢 恐怕就把他轰得暴体而亡了 黑情的眼神逐渐的换散和模糊 此刻的他已被那红脸老者打成重伤 这就要死了吗 他心中极为不甘 但他却明白自己和对方之间那极大的差距 黑情身前的空间微微波动 红脸老者再度浮现 他目光冷漠地看了一眼黑情 放心吧 你死后我会把你丢到龙墓里去 也算给你个好贵族 说吧 他端下身子 手掌轻轻放在黑情的天灵盖上 有些浑浊的眼神中寒芒涌动 远处正被死死拖住的竹梨长老 见到这一幕 活战 你若敢杀他 龙皇陛下不会放过你的 当下竹梨长老浑身都冰凉下来 眼睛血红怒吼 门言那红脸老者却激讽地摇了摇头 龙皇陛下 这也得他能够在三大龙王联手下活下来才是啊 他低下头望着全身肌肉都在颤抖 想要再度凝聚力量 对他发动攻击的黑情 联敏地说道 你这汉子倒是极硬的性格 不过可惜投错了阵营 嗯 话音刚落 他有些不耐烦地摇摇头 抓住黑情天灵盖的手 缓缓地用力 这一次的胜利是属于三大龙岛的 不过你放心 会有不少人陪你 至少你不会觉得孤单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 哦 是吗 啊 休闻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 一直热心地支持 桑子播讲的豆婆苍穹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婆 一起体味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